大悦 嗨 還記得上次講的 我們的命盤上面的地支位 都是固定的 接下來要來一連串的介紹 凡是除了地支位以外 所有在上面所呈現的這一些 新藥或是其他的東西 會依照你的生成 而有一個固定的排列順序 排出你的這一張命盤 接下來就要來上勞作課 不是 是排盤課 老師 那個排盤 我覺得我的APP按一按 我就那個一張盤出來 那我還需要學排盤嗎 這個真的很重要嗎 這個其實好像也不是太重要 因為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當你有一個很好用的APP 你可以很輕鬆的把盤 就排出來之後呢 你是不是可以減少很多 這個排列的時間啊 去計算換算的時間 直接就可以解盤了嘛 但是我們就是會有想要了解 為什麼三四十二的同學啊 對不對 我們總是會有想要知道 欸 為什麼這麼多格 我的命功就偏偏要在這一格的同學們 所以今天會用 指揮斗數全書上面所敘述的方式 來跟大家做介紹 首先 在我們命盤上面的地質位 的上方 大家可以發現有一個天桿在上面 那上面出現的這個天桿呢 這一個 我們就稱呼它為公桿 公位內的天桿呢 那這個公位內的天桿呢 會根據你的出生時間不同 所以排列、組合就不一樣 指揮斗數全書出現了 上面吼都是文言文 大約呀 就唸一次 聽不懂沒關係 待會來實際做解說 嗯 甲己之稅起丙隱 乙根之稅起悟隱 丙心之稅起根隱 丁仁之稅起人隱 悟鬼之稅起佳隱 好 念完了 是不是无杀杀完全听不懂 来实际操作一次给你看 好了 天书出现了 我们刚刚念的那一串 甲己之稅起丙隱 隱呢 指的就是这一个隱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在排公干的时候 其实都是从这个位置开始排 那么 这一个呢 就是看你的出生年 我们之前有做过换算 对不对 你是民国哪一年出生的 你的是什么 甲隱啊 乙毛啊 这一些的 好 如果你的生年是假年跟几年 都是起丙 也就是说在影的上面 我们就要写一个丙字 这样子 依序排列下去 丙的下一个就是零 十天干我们来照顺序写下 好 我们已经把十个都写完了 会发现 A 还有两个空格 可是我们只有十天干怎么办 没关系 这两个一样在依照顺序写上去 已经写到甲乙了 所以这里就是丙丁 老师 那不就丙丁就两次了耶 没错哦 所有人的命盘 仔细看一下 这两个跟这两个的天干一定都会是一样的 因为就十天干嘛 怎么排怎么排 这两个跟这两个是绝对会重复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命盘来看一下 比如说 你是任年生的朋友呢 起 人 饮 讨 人 我就从人开始 这个位子 从这里开始 就是人 尾 好 写到鬼了之后咧 怎么办 那一样就是再从甲开始 OK 丁年跟人年生的朋友 都是起 人 饮 人 饮 好 人就开始依序再把我们的十天干排上去 人 鬼 甲乙 宾 丁 物 起 人 西 人 鬼 这样子 同学们会排了吗 这个就是公干的排法 根据的是你的出生年的天干 下去 从这里开始排